由嘉玲10月26日带同自己设计的包包 到铜锣湾出席品牌开幕活动 她表示包包的用料跟图案都是自己的主意 又坦言自己太爱购物 家里包包一大堆 不过问到是不是都是老公粮创围所送 嘉玲姐就连忙说不 不用不用不用 我她一来不太 她现在生活很简单的 我女孩子还是喜欢买些东西 让自己高兴一下 尤其是买包包 我是买不完的包 还有买不完的鞋子 永远觉得缺一双鞋子 还有一个包包 其实发展到了嘉玲姐这种级别的艺人 要啥啥没有呢 如果真的要找一样嘉玲姐没有的 可能就是平民化的物件吧 今年爱上爬山的她 日前就上载自己爬完山后 坐公车出市区的图片 看起来相当的稀罕 嘉玲姐还笑颜自己很像香巴佬 我觉得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坐公共bus 我觉得这个体会蛮新鲜的 而且那天让我非常的快乐 我又没有百搭通 然后我又要找零钱上车 这个感觉蛮好的 真的是饱汉子不知 恶汉子鸡呀 连这种尴尬的场面都感觉良好 如果哪天有空 希望嘉玲姐跟小编互相调换一下身份就好了 不过当时跟嘉玲姐同坐一辆车的司机跟乘客 应该也有种天下调馅饼的感觉吧 很惊讶 然后又很开心 我觉得 有有有 但我觉得很和善的 他们都 三户视频 娱乐包包 香港报道 影后刘嘉玲 数月26日 带同自己设计的包包 到铜锣湾出席品牌开幕活动 她表示包包的用料跟图案都是自己的主意 又坦言自己太爱购物 家里包包一大堆 不过问到是不是都是老公凉川伟所送 嘉玲姐就连忙说不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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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她一来 不太 她现在生活很简单的 我嘛 女孩子还是喜欢买些东西 让自己高兴一下 尤其是买包包 我是买不完的包 还有买不完的鞋子 永远觉得缺一双 缺一双鞋子 还有一个包包 其实发展到了嘉玲姐这种级别的艺人 要啥啥没有呢 如果真的要找一样嘉玲姐没有的 可能就是平民化的物件 今年爱上爬山的她 日前就上载自己爬完山后 坐公车出市区的图片 看起来相当的稀罕 嘉玲姐还笑颜自己很像乡巴佬 我觉得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坐公共bus 我觉得这个体会蛮新鲜的 而且那天让我非常的快乐 我又没有百搭通 然后我又要找零钱上车 这个感觉蛮好的 真的是宝汉子不知 恶汉子鸡呀 连这种尴尬的场面都感觉良好 如果哪天有空 希望嘉玲姐跟小编 互相调换一下身份就好了 不过当时跟嘉玲姐同坐一辆车的司机跟乘客 应该也有种天下调馅饼的感觉吧 很惊讶然后又很开心 我觉得有有有 但我觉得很和善的他们都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